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借书未还 疑惑点开了短信附带的校园网地址 杜子鱼发现自己并没有遗漏的书 考虑到其他同学可能也收到了类似的消息 他进入了学校讨论区 却不料在收到乱码的还书通知下面 有人提起了昨天在图书馆发生的事 称森B班的女生在自杀前 曾控诉过与某个同学的恩怨 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有可能暴露 杜子鱼有些恐慌 他下意识想给兄长发短信 但最后还是停了手 毕竟这算不上什么大事 更何况他很相信兄长的电脑技术 然而复仇女神并未施舍给杜子鱼 多一点的喘息时间 一日上午杜子鱼本想看看校园网上的讨论 有没有被管理员删除 谁料文章还再不说 上面竟又多了一条 14岁女孩自杀 背后有黑手 发帖人称 据知情人透露 邵德平根本就没有外甥 这样看来 几月前说邵德平冤枉的K君 想必是罪翁之意不带酒 而更让杜子鱼惊恐的是 这人发文后没多久 就又有一人爆料了新内容 这次发文的是一个技术宅 他称自己是名白帽黑客 上个月使用某档案分享软件 发掘网络上的非法数据时 抓到了一个残缺的硬盘备份档 里面有个纯文字档案 正是14岁贱人 害我救父那篇文章 而重要的是 他的进档时间 比文章发布要早 发帖人还说 自己也会进一步解冻其余资料 有发现会继续更新 这一瞬 杜子鱼刚摆脱不久的恐惧 又尽数回归了 前年圣诞节的事情传出时 杜子鱼就猜到 主人公可能是欧亚文 为了拿到证据 他用兄长给的设备 趁着学生把手机放在 图书馆前台充电的空档 读取了不少人的资料 倘若资料被解冻 他和兄长暗地里做的事情 会不会被曝光 喂 是谁 杀人凶手 杜子鱼再也无法保持阵地 为什么自己的手机号码会暴露 然而还没等他声响 电话接二连三地打来 一个挂断 一个再起 直到杜子鱼关掉了手机 这一夜 杜子鱼用被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仿佛黑暗中 有无数个痴妹王俩 站在床边 整雾光幽生地看着他 此日早上 杜子鱼忍不住恐惧 给兄长打了电话 却不料对方工作繁忙 不方便接听 然而直到第二天 杜子鱼也没能收到消息 怀着忐忑的心情 杜子鱼打开了电脑 之前的技术宅说 他已经解冻了档案的八成 其中的一组资料夹中 有许多通信记录和照片 重要的是 照片中的大多数人 都穿着和那个自杀女生 一样的校服 技术宅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 会有那么多学生的信息 但很显然 他已经触犯了法律 所以他已经将现有资料整理好 连同一封信寄给了警方 而除此之外 像是怕证人不信似的 他还俯上了一张照片 以供大家在真凶落网后 进行比对 看着屏幕上的照片 杜紫瑜觉得一股恶寒 正从背后向四肢蔓延 没错 那个人正是他的兄长 这个下午 杜紫瑜给兄长传送了 无数则信息 然而全都石沉大海了 直到下午四点 华生讨论区的一则留言 才给了他答案 即是新闻 警方拘捕男子 涉嫌盗取大量学生资料 兄长被逮捕了 意识到这一点 杜紫瑜再也无法自考 讽刺的是 评论区叫好声一片 只是不知道 这里面有多少人 也曾肆无忌惮地 伤害过欧亚文 大脑空白间 杜紫瑜唯一能想到的方法 就是自首 无论如何 他都没法容忍兄长 因自己而前途近跪 不过紧接着一条留言 让他松了口气 那个人说 兄长很难被定罪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这些资料 不是他从网上抓取的 他们找不到 兄长和学校的关系的 杜紫瑜这么安慰自己 毕竟他和兄长的 姓氏都不一样 就在这种大起大落的情绪中 杜紫瑜盯着电脑 足有七个钟头 直到他看到了 接下来的几条消息 这家伙会不会有共犯呢 我是那个共犯的话 当然躲起来了 那种人啊 去死不就好了 对 去死 如果自己的存在 会威胁兄长 自己去死不就好了吗 但是兄长曾对他说过 生活再苦 也不要放弃生命 不如将恨意 发泄在他人身上 没有坚强的人 才能在社会上生存 这种话 他到底是该听从兄长 所言继续等待 还是自杀 抹去兄长 唯一的危险呢 然而 当看到接下来的 这条流言时 杜紫瑜瞬间释然了 我认识那个被捕的男人 他是我的同事 他曾说 自己有个中学生的妹妹 我见过一次 那衣服和自杀女生的校服 很相似 这一刻杜紫瑜停止颤抖 晚上九点多 阿姨和阿聂 在小区车内 观察着杜紫瑜的动向 为了能监控杜紫瑜 这次阿聂还准备了无人机 看样子 现在距离完成阿姨的委托 只有一步之遥了 没错 从给杜紫瑜发送还书短信 并在他手机装入尾帽软件开始 接下来的一切 都是阿聂策划的 简单来说 杜紫瑜现在所看到的 网络信息都并非真实 而是阿聂想让他看到的 这其中 也包括杜紫瑜和他兄长的通信 想要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 阿聂不能直接去煽动网民 因为那不够保险 所以 他用的方式 是让杜紫瑜 看到他所制作的假花生讨论区 如果杜紫瑜中途出了门 那他便会派助手跟踪他进行网络攻击 总之 阿聂的目的 就是让杜紫瑜被外界孤立 只能看到他所编辑的内容 看着呆坐在窗边的杜紫瑜 阿姨心中五味杂陈 阿聂告诉他 如果想要加快进程 就用导向式扩音器 给他最后一击 所谓导向式扩音器 就是通过该设备传出的声音 只能让指定目标听到 而其他人听不到 要骂他吗 让他快点去死 好给小文报仇 此刻 始终坚定的阿姨 他天然交战之际 阿聂提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杜紫瑜 曾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 在校园网的后台 阿聂发现了一篇文章 上面写的是 向老师打小报告 导致某女生退学的是杜紫瑜 毫无疑问 因为这篇文章 杜紫瑜遭到了校园暴力 因此才有了轻生的念头 得知这件事 阿姨心中虽有些波动 但还是觉得他罪有应得 然而 阿聂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改变了想法 因为打小报告的人 根本就不是杜紫瑜 他只是在老师求证时 碍于班务的职位 承认了此事 不料却被国泰看到 误以为他是始作俑者 其实真正的告发人 是舒莉莉 发觉心底某一种情绪 越发躁动 阿姨磕磕绊绊的辩解 这也不是他霸凌小文的理由 然而 阿聂似笑非笑的样子 却让他心慌不已 没错 那篇曝光告密者身份的文章 就是从小文手机发出来的 只不过 编写内容的不是小文 而是赵国泰 理由是文章的书写习惯 和小文不同 或许当时 小文只是顺着朋友的意思 闹着玩似的 实施报复 却不料 对方有个精于网络的兄长 这也就能说明 杜紫瑜为何会报复小文了 其实这些事情 阿聂早就知道 他之所以不告诉阿姨 一是因为阿姨没问 二则是 两起霸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那就是杜紫瑜没死 而欧亚文死了 见阿姨因自己的欺瞒 而气愤不已 阿聂不禁冷笑 至始至终 阿姨委托他调查的 都是发帖人的身份 却从未问过小文死前的心情 和杜紫瑜的动机 所谓给小文复仇 归根到底 不过是让自己好过一点罢了 说着阿聂拿出了小文的手机 原来阿聂之前冰写的遗言 都不是假的 那是小文留在脸书上的内容 在一篇篇的小短文中 小文诉说了母亲离世后 她心中的痛苦 她埋怨自己没有姐姐坚强 无法看开一切 在遭受了地铁猥亵后 她的情绪更加失控 觉得自己很没用 一直以来都是在拖累别人 拖累了姐姐 也拖累了妈妈 在学校没有人相信她 在家里她也不愿给姐姐添麻烦 她的情绪一天天变糟 越来越想去那个世界 到了最后 小文慢慢觉得 或许只有她死了 姐姐才能得到幸福 这就不难解释 为何她看到杜紫瑜的邮件 会下定决心自杀 她不愿意拖累任何人 自然也不愿拖累班级 看着小文一步步从悲伤走向绝望 阿姨终于认清 自己真的一点都不了解妹妹 现在 一切自己想知道或不想知道的事情 都摊在了眼前 只要她愿意 一句话 便可以将杜紫瑜推进深渊 杜紫瑜的哥哥来到附近了 你要是想复仇 现在就行动 之前 阿涅不仅拦下了杜紫瑜兄长 发给杜紫瑜的消息 杜紫瑜发给兄长的 她也一并拦了下来 想必是杜紫瑜兄长 因为联系不到妹妹 不得不来到这里找她了吧 快到十楼了 阿姨望着杜紫瑜 心想 或许自己不说话 她也会跳下去 然而 当看到杜紫瑜站在椅子上的那刻 一种奇怪的感觉 突然冲进了阿姨的脑海 别干傻事 门声杜紫瑜愣在了原地 紧接着 她便听见了门外 兄长的声音 阿姨松了口气 就在刚刚 她在杜紫瑜身上 看到了小文的影子 阿姨明白 如果她喊了让杜紫瑜自杀的话 这场因果循环的抱负 永远都不会停下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 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 看着杜紫瑜和其兄长哭成一团 阿姨不禁热想 如果那天自己也能早点回家 是不是一切都会不同了 泪水自眼眶滑下 阿姨忍不住嚎啕大哭 尽妆 阿妮慢慢凑了上去 也许习惯孤独的人 也有需要他人安抚的一刻吧 两久靠着阿妮的阿姨 自然感慨 网内人是陈浩基所著的 悬疑推理小说 该书采用了双线结构进行叙述 故在结尾时 读者得到的也是双倍的快乐 不过由于时间关系 小强只速度了其中的主线 除此之外 另一条以叙述性诡计为主的支线 也相当的精彩 他不仅完善了文中人物的性格 还解释了很多问题 譬如为什么邵德平审讯初级 坚决不承认罪行 阿妮说这起案子很有趣 指的到底是哪个方面等等 如果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书中自行观看